澳元人民币下方互利空间还有多少?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铁矿石作为澳洲重要的出口产品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ABS2020年11月发布的数据 铁矿石出口达到创纪录的109亿澳元 占澳大利亚总出口的36% 关于铁矿石价格与澳元的相关性 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 铁矿石的走势与澳元汇率的走势成正相关 铁矿石价格上涨 澳元汇率呈上升趋势 铁矿石价格下跌 澳元汇率呈下跌趋势 近期受到巴西铁矿石供应增加 以及澳洲最大铁矿石买家中国 对于粗钢产量的抑制等多方面因素 铁矿石价格快速下跌 从疫情时最高的220美元每吨附近 下跌至近期的125美元每吨附近 外加近期 新冠病毒的再次扩散 导致各州边境封锁 澳洲经济雪上加霜 政策方面 澳联储在近期的利率决议中 提到近期并不会考虑加期决定 使得本来就压力重重的澳元更加疲软 综合以上几方面因素 在澳洲开放各州边境 以及打开国门之前 澳元依旧撑压 保持下行或低位震荡趋势 从澳元人民币日线图上看 仍处于下跌趋势 在4.8这个阻力位之下 还是可以考虑采取逢高做空的策略 建立空头头寸 下方第一支撑位在4.62附近 之后4.50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8658-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